那么接下来咱就进入到今天 首先咱们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制式介绍 咱们今天在这个位置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差不多有这么多支点 那么主要为人是哪些呢 第一个因为咱们也毕竟是第一天来用到数据库 那么咱们先来了解了解什么是数据库 那么什么是IDBMS这些东西咱们都得了解了解 那么接下来咱就怎么安 我教给你怎么安简单了解 因为咱们乌班图里都安了 那么这个接下来咱就教给你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叫Navicate这个东西呢 简单的操作怎么操作 把这个东西说完了之后呢 咱就回个图了咱去看一下数据的完整性 比如说数据的类型啊 约束啊在这个地方会讲解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就会进入到这个用命令来去操作 简而言之这个地方这是咱们今天的重点 也就是说用大量的色口语句来操作MySQL 这才是咱们真正的重点 好了那么首先咱们说一下第一部分呢 这个MySQL的一个简介数据库的简介 咱们呢就从这个数据库的存储 开始说起啊 数据的存储呢 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 大家从这个图里是不是也能看得出来 是不是它已经结会了这个结绳即逝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比方说我今天去打老虎 打了两个老虎 是吧 我把这个系上一个 系上两个 打了两个 我在找另外一个绳系上一个 吃了一个老虎 第二天再吃一个老虎 是不是可以那么激了吧 但是这种情况下 其实同学们啊 信里面大家应该有个感觉 就是这种情况 肥在这个风吹日晒 这个绳呢 是不是有可能会断啊 所以说呢 这个信息呢就会被遗忘 你什么时候打了几个 你什么时候吃了 你是吃了这个老虎的肉呢 还是吃了糖糖的肉呢 这个对吧 你这个地方都要续记录 简而言之呢 这种方式啊 有可能数据会被毁坏 那么后来呢 就会让咱们这些前辈们啊 他们呢 这个脑子还是很灵活的 所以说呢 他们就想了 这个龟壳里边 或者是石头上面啊 它可以继续写东西 对吧 慢慢的就出现了这种 甲骨啊 就在这个龟的壁壳上 就最后去写东西 就慢慢的出现甲骨啊 再一段后面呢 就出现了什么 哪一个朝代出现了造纸术 什么 汉朝 宋朝 唐朝 元朝 哪个朝 不知道 继续翻译啊 简而言之 这个造纸术 是吧 还有火药等等 这四大发明 是吧 很久之前是不是已经发明了 那么随着后来的纸质的流行 但是很久之前的纸质呢 是相当贵的 对吧 但是今天呢 虽然有点便宜 但是咱们大家也不要浪费纸 对吧 一颗纸意味着有很多的树 就被砍了 那么 这个地方 今天呢 咱们已经摆脱了 很久之前的那种用 是吧 在故意的背壳上去写东西 变成了书 大家去过图书馆 还是没去过呀 去过还是没去过 你要明白一点啊 反正直白一点说 我在北京 我不上课的时候 我休息的那天 除了陪家人之外 我有的时候呢 差不多 比方说今天我休息 我一天的时间呢 差不多半天会陪家的 陪家人 陪老婆孩子 然后呢 半天我差不多会去图书馆 我经常会这么做 去图书馆干什么呢 因为在家里 我直边的讲 在家里边没有学习的氛围 你觉得是吗 是 你在宿舍里边 没有学习的氛围 才倒进了多天 晚上12点左右 对吧 我们都理解了 在宿舍里边 除了打游戏 就是打游戏嘛 谁都知道 那么所以说呢 我一般呢 是推荐大家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 你可以办个图书证 去图书馆 不见得那个 你去图书馆里边 学多东西 但是他会给你 一个很好的氛围 那么你能够静下心来 学东西 天上日久 日积月累 费中了你的知识点 就像那个小燕的 是吧 盖房子一样 慢慢一点点 就盖成一个家了 就这个道理 那么诞生的这种图书呢 还有个区点 对吧 我去了图书馆 在北京 去了国家图书馆 简称国图 对吧 去了这种图书馆 你怎么找书啊 我想找一本计算机下馆 找吧 整个这一栋 全部都是和计算机下馆 你找吧 我通常起来八点 我找到下午八点 我也找不完 怎么办呢 请问我得怎么办 对 我的简总 所以说呢 我就根据我那个 想要介入那本书的 第一个名字是什么 我可以看 要么我就在这个电脑上 他们会有那种什么 这个自动终端 我在上面去查 你想做什么呢 非类 还是名字 还是这个舵子 还是这个出生年份 还是什么什么 每一本书里边 什么有个什么号 是吧 有个序列号 还是根据序列号来找 那么都可以 他会告诉你 哪个货架上 哪本书都有 都有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这张的书啊 将来查找的书 很麻烦 说不定呢 国家投资馆里边 还有老鼠 说老鼠饿了 说肯本书 这不也是有可能的吧 那么这个书呢 回着这个年 这个年久 对中呢 它也会变活 这是一定出现的情况 所以说对中导致了 这一种在今天 已经慢慢被淘汰 现在流行什么呢 电粉书 知道不同吗 现在在买书的时候呢 我觉得一点 你可以买到的书呢 是两种方法 第一种还是买几只书 第二种买电粉书了 买电粉书呢 一般会用什么东西了 反正我一般看电子书呢 要么用Kindle 要么用那个 叫什么 iPad的那个 iPad的用平板看 反正我从来不用电脑看 你不可能走到哪 你用背着个大电脑啊 你拿那个Kindle 也是可以的 这个什么 纸质版的那种 效果相当不错 可以买一个 但是呢 也很贵 是吧 好几百块钱 那么 它里边 用电子的方式 存储书 就是Kindle 还有Ki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 不错 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京东里边 Mate应该是吧 那么 将来呢 沿尾这一个特点 咱们不用这种纸质版 咱们就可以变成文件 来存储 对吧 咱们在上技术班的时候 学过 用Open 打开文件 我可以用Write 往里面写东西 我用Read 或ReadLine 都可以往外读东西 都没错 那么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 但是为什么今天还不用呢 因为它不予于扩展 不予于数据的处理 大家是不是有印象 如果我要是接下来 把咱们班里边 每个学生的信息 存储在这个文件里面去 将来我要是往外读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麻烦了吧 所以说这样的数据 你写的文件里边 是相当麻烦的 那怎么办呢 今天 文件可以存一些 比方说像一个故事 这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用文件 来去记录一些 交易的数据 比方说 我家开了个门头 是吧 开了个小卖部 今天进了多少货 卖了多少货 我用文件来传 那么将来我到年底 去统计的时候 那就相当麻烦 那么今天 在卖大量的数据 统计的时候 或者是记录的时候 用什么呢 数据库 database 用数据库来结传出 那么数据库呢 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持久化存储 读写速度很高 将来数据呢 保证它有效性 而且将来 查找的时候 去修改的时候 特别快速 简而言之 一句话 你用文件能够存 但是如果这个文件里边 存了一万个学生的信息 你怎么改第999个 如果是用数据库 你可以存上百万条 你想改哪个 一瞬间就可以改了 因此最终的一个 特点 数据库能够团属数据 而且要比普通文件要强 NBA能够议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要舍弃了用open来套的文件 反而要转到一个方向 用数据库 这就是数据库的咱们的一个目的 数据库的一个目的 那么将来数据库 它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最终的文件 在程序里边是怎么表现的 什么叫文件 一个TCT文件 一个PR文件 请问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叫文件 那么数据库 它既然想要存储 而且它说了 持久化存储 请问同学们 什么叫持久化存储 就是我存了 不会因为我关机就丢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叫持久化存储 那么数据库 请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它这个数据库 它是存储在内存上的 还是存储在硬盘 在这个存储戒指上呢 内存的一个特点 一关机 所有数据立马清空 硬盘的一个特点 你关机了 也没有任何问题 它就持久化存储 那么言外之意呢 你想要把一个数据 写到硬盘上 说得直白点 对于操作系统而言 它都要按照文件来对待 那么也就是说同学们 我通俗的给大家理解 这是我理解的东西 我跟你说啊 文件 咱们举的例子 就可以说是普通的 什么TNT啊 这叫普通文件 那么数据库呢 它是一类特殊文件 里边是由各种科学家 各种大神们 最终通过各种数据结构 各种数据算法 最终呢 写了特定的数据 写到文件里边去 最终的一个特点 它还是个文件 但是呢 将来它存储的方式 不是简单的write 不是简单的read 最终呢 将来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 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读 所以说它的效率要高很多倍 能列为意思了吗 讲一句话 数据库是一种特殊文件 经过了特殊加工 它要比普通文件要强 N倍 读写速度上呀 查找数据方面上呀 都要强 那么言为之意 数据库是文件 那么我怎么知道 数据库这个文件 它在哪存着呢 回到咱们的版图 打开中端 我给大家说一下 打开中端之后呢 咱要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截面 我放的稍微大点 打开中端之后 咱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给大家显示个路径 叫做VER 下面有个例 有个叫MySQL 这样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 下面呢 是存储到了咱们 MySQL数据库 它抽象出来的文件 你MySQL不是掉电 也非丢失吗 就是关机不是不丢失吗 持久存储吗 它也是个文件 在这个路径下存的 但是呢 如果你CD到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它是告诉你权限不够的 因为想要进去了 必须以超级管理员的权限进去 但是呢 你要是加上速度 你要进不去 怎么做的呢 速度-f 我先切到管理员 请问同学 这可以了吧 我先切到管理员 怎么知道我是管理员 看爱的前面这是一个标记 还要再看这个警号 是不是也是个标记啊 对这都是一个体现 那么接下来CD VR下的 例不下的 有个叫MySQL文件夹 来咱们进去了 进去了 现在就进去了 我挑了LS 大家看 是不是在里边 是不是有些东西啊 往LS-LH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咱们 以列表的方式显示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 大家是否发现了 是不是有这些文件夹啊 咱们来区分一个文件夹 不能通过颜色来区分 是不是根据最前面这个D 是不是一个文件夹啊 那么大家看 有这么多文件夹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直白点说 就是数据库 文件夹里边 存出来特殊数据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叫做京东 有个叫StuckDB 这个是咱们以后要用的一个数据库啊 存了一些股票的信息在里边放的 那么京东呢 只是模拟了一个京东的数据库 来咱们C 咱们CD到京东文件夹里去 大家看 是不是这里边 是不是有特殊的文件了吗 就讲言之 你所了解的数据库呀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文件 在一盘上存储 那么你通过特殊的手段 接下来呢 把数据存储到这个文件里边 从这个文件里边读取 速度相当快 它能够保证这么一个特点 这就是咱们用它的音乐 好了数据库是一个特殊文件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个 你要了解这个点 那么加拿大你看了 既然数据库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文件 那加拿大我怎么操作呀 或者说我怎么看它呀 我是否是用VRM把它打开了 同伴 确计不要用自己的任何编辑器 打开这些文件 因为它里边是有特殊的存储结构 在里边放了的 如果你不小心改了 那有可能就整个数据库 有可能就让你废了 废了有可能数据就打不开了 就这个特点 不让你用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刚刚进入这个路径的时候 又需要超级管理的权限之一 听懂我意思了吧 没有超级管理权限不让你进 这就是为了防止修改 防止修改 那么将来咱们真正的看下的是个文件 但是咱们在开发的过程里边 咱们就不看那个文件 那么咱们怎么用那个文件呢 把那个文件通过特殊的手段 把它抽象成这样的东西 大家从这个表里边咱们可以看到出来什么一个特点 咱们看着的那个数据 数据 它在数据表里边 就它在一个文件里边 它怎么存的 咱不关心 咱们关心的是将来 咱们程序去对待它的时候 咱们能看到这个样子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 能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不要再去担心这个文件是什么了 而只要去考虑 将来咱们通过特殊的东西 能够查看到这种类似的数据结构 那就可以了 这就是所谓的咱们开发的时候看到的表 那么咱们开发的时候看到这个表 它有个特点 一行是记录一个信息 每一列它是一粒信息的一个统一的记录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一列是内容 这一列是category 就是分类 这一列是价格 这一列是是否卖光了 这一列是数量 这一列是图片的一个URL 就是所谓URL就是一个网址 你可以这么认为 那么一行是一条记录 一列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具体的一个信息了吧 不一样的信息 简单言之 咱们开发的时候 看见了就是这样的数据 那么这里边的数据 每一行 它到底记录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每一行里边的数据最终 它是不是要真正的记录一个信息啊 那比如说像京东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商 对吧 它里边有各种仓库 京东为什么今天能够逆袭 都可以可以称之为 很多人都不用淘宝 为什么用京东呢 就是因为京东的很多年之前 然后呢 这个叫到把 就是相当于建设了一个自己的原则 把其他人的这个否定呢 全部给他排掉 最终 建设自己的意见 建立了大量的仓库 最终的一个特点就是 你今天上午十一点之前买东西 是不是下午今天就到了吧 所以说呢 很多人买京东 很多目的就是出于这个 很多原因就出于这个目的 那么他们也就说 京东有大量的仓库 它里边的仓库呢 有大量的文件 有大量的商品 那么他想想 我这个商品还有多少个 他存储在哪个货架上 像这样的信息 请问同伴 是不是他都应该囤储记录了吧 所以说呢 咱们开发的时候 看见的是一张一张 这样立刻的表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要对应了京东 这样一个真实的数据库 但是同伴要记住了 像这个哥们 是不是他里边很优先 是不是推着个小货架走吧 今天马上就要下业 就要下岗 失业了 京东的现在大力的推广 什么呢 无人仓库 机器人仓库 无人驾驶货车 都已经开始了 就这几天 好像京东放出来的视频 什么呢 一个一辆 就是来咱们学校的 这个送快递那种大货车 大货车里边 这个驾驶员 就坐在驾驶座上 他不动 所有的油门 立合 然后方向盘 刹车转让灯 全部都是机器操作 他只坐在那个地方 防止意外出现 就行了 听懂意思了吗 就坐在那儿 看着方向盘 转个来转个去 他能玩手机就可以了 延伟知识是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京东 已经开始这么多了 延伟知识是什么 用不了多久 大货车 接下来就会这么多 这么多之后 还会有个东西 滴滴也会这么多 当滴滴这么多的时候 同学们 现在滴滴的主要成本是什么呢 不是来源于一辆车 滴滴买不起 滴滴买个好几万辆车 一点垮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关键是什么 滴滴现在是人力成本 因为人只要天在的上班 肯定是不是需要钱了 但是机器不需要 机器秀秀就行了 所以说用不了多久 有可能在咱们未来的 多少年之内 就会看这个现象 你打车的时候 以后就不用 不会再见到 出的车夫妻师傅了 驾照以后也不用了 这百分之百的 这以后也不用了 现在欧洲在推什么了 欧洲在推广 禁止使用燃油的汽车了 就是不准再卖燃油的汽车了 你要是想要买的只能买电子车 所以说呢 同学们你要是有想法 那现在可以赶紧买一个 说不定未来一年 不让你卖燃油的汽车了 那将来 是吧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爽了 是吧 好了同学们 这是刚刚给大家说 这么一点 仓库里边的信息 将来咱们开发的时候 是用这样的表来存储 这样的表真正的在文件里边 保存的形式 就是这样的数据库 能列为一声吗 那么它最重要表达给用户 就是用户看在这个线下了 比如说 这个 是吧 京东我打开了手机分类 看看有没有新手机 你看啊 你看这几个手机都是什么啊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是iPhoneX 今天可以买了啊 然后呢 你看美族的 这是菲利普的 这是Vivo的 这是荣耀的 这啥呢 不知道啊 同学们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 找这大明星做广告的 都是什么手机 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那这样啊 这个 这样的 是吧 他花大量的金钱在什么呢 不在于研发产品上 而是在给明星打广告上 比方说Vivo和Oppo 每次什么什么 我是歌手 我还是什么东西的 都是他的大力广告 都是大力广告啊 来 你可以看一下 咱们用户在去看手机的手头们 是不是咱们将来 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吧 那么这样的信息 最终咱们开发者 才去存储的时候 实际上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表 能理解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真正团的时候是这样的 咱们开发者记录是这样的 将来给用户展示的 就是这样的 一层层的信息 传递 这样 那么数据 就是咱们刚刚了解了 它是怎么团的 今天咱们就用数据库来团 那么数据库 它的路径 咱们刚刚 我给大家打了个比方 是不是数据库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文件 是不是在一个路径下团 你知道吧 那么这就是数据库了 那么咱们怎么更好地去理解 数据库这么一回事呢 那么接下来 我就打开一张 Excel 打开一个二维表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同学们我问大家个问题 我接下来想记录一个信息 直白点说 我应该第一步 找到Excel表这个程序 这个软件 我单击一下 请问同学们 接下来我打开 是不是这样一个表了吗 我想在这个表里边 记录信息的时候 说了直白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Office办公 一般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表 是吧 你看 我首先我Ctrl S 我保存 我什么也没写 我Ctrl S保存 他接下来提醒我 你保存哪 原来我保存的桌面 保存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的桌面 是不是立马来了 给Sell文件了吗 请问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种特殊的文件 你这个特殊的文件 你能通过VIM 能打得开 你通过Supply 能看得清楚吗 看着 我把Supply打开 Supply打开 我把它往那拽着 来 我把它拖到里边去 你看看 松 你也看不懂 但是这确确实实 是这个Excel文件 同时你又发现 是不是这种 是不是特殊的文件 里边的这个数据 的同一种方式 和你普通的TNT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也就是说 你就可以把我 此时给大家 看见的这个文件 理解为 这是一个数据库 这就是特殊文件了 那么一个数据库里边 它就真的 只能存一个信息吗 不是的 它可以分表 那么咱们真正的 艾文表里边 请问这个地方 可以建个表 是不是这个地方 可以建个表 也就是说很久之前 那个篮笔叫SET 叫S-H-E-E-T 是吧 SET1 SET2 S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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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的比方说 这个表 是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表 叫到英雄表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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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怎么写呢 写个汉语吧 写个英文吧 Heroes Heroes 请问 我是不是下来 是不是全部都是英雄了吧 来 英雄 你应该不陌生吧 有Name 是吧 来咱们简单 来个简单描述 来 来 你玩过哪些英雄 我把对题放大点了 把对题放在 玩过 玩过 我就玩过一个 我想说我的吧 再说你的叫 大福的那个叫什么 程晓晋 程晓晋 对 大福的 我玩过这个 然后他技能叫什么 那个叫 就说明 暗与正 犯了这个名字这么复杂 但是名字不好写啊 我就写这个表上大福的 我就写了大福的 大福的 我知道他的一个特点 来 请问 既然我这里边 既然这个表的名字叫Hero 是不是这里面就应该是说我的英雄信息了吧 没法这里面就应该写这个信息 那么除了程晓晋 比如说小乔 是吧 然后大乔 小乔 大乔 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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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然后小乔什么技能 大乔 大乔 淘涛 大乔 是吧 你没玩吗 大乔 淘涛 然后淘涛呢 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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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淘涛 淘涛 说淘涛 淘涛 大砍的啊 你没发现我在这个表里 是不是可以写这个信息啊 那么我要问你了 我将来比方说 来 比方说 哎 东哥 我某一个哥们写错了 你把那个哥们给我改一改 请问 你既然让我改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定的找一个唯一能够标记这个信息的人 我家的是不是还能改了吧 那么我能否通过这一列能够找到一个找唯一标记呢 不能 因为比方说 在真正的你的这个游戏里面有可能不存在 但是在咱们班级里面 如果把咱们班的学生的信息团在这的话 请问他们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聪明的吧 所以说这一列是不能够唯一标记一个人的信息了 那么这一列是否能够唯一标记呢 也不能 那么这边电价怎么做啊 实际实际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将来是不是有来个变号啊 来个ID 对吧 接下来选中它 然后呢按住ALT键往上拉 是不是将来是不是找一个唯一的不一样的值 是不是接下来来区分来对待来标记是不是在行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样的这一列 咱们呢就称之为唯一的东西啊 就是它不重复的 那么在咱们的开发的过程当中 在咱们MySQL里边 咱们怎么称之为这一列这一列这一列呢 咱们把列称之为叫做什么呢 字段 然后呢 把一行呢 称之为一条记录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每一列的名字就是列 列啊 列是这么写是吧 咱们可以称之为叫做字段 字段 那么行 咱们可以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记录 也就是说 哎 你有几个字段呀 哎 一个 两个 三个 你有几个记录呀 一二三四 这么说能列为一次了吧 哎 在咱们的真正的MySQL里边 或者咱们数据库里边 咱们一般的都是怎么称呼它啊 这个叫字段 而这个呢 叫做记录啊 字段和记录 那么同样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能唯一标记 每一行的记录啊 那么咱们就把在程序里边能够唯一标记一行的这个字段呢 咱们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组件啊 叫做组件 如果啊 能够啊 唯一啊 能够啊 如果能够 唯一标记某个字段 那么这就是啊 组件啊 这就是组件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这一列咱们就称之为组件列啊 组件列啊 这个字段咱们是有组件的这个信息 只要不重复的能够唯一标记了就称之组件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这个地方我再插一脸啊 我再插一脸啊 插一脸放在这啊 给它隔开 那么我只是假如说啊 我只是假如说 在这个你在玩王者农药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假如说出现了曹丕啊 曹丕 曹丕怎么写了 曹丕 是怎么写是吧 曹丕曹直曹什么 都是曹丕的儿子了吧 那么比方说曹丕 那接下来 他会什么技能呢 他也会刀 可不可以啊 对啊 他他老爹的技能 他接下来继承又不是不可以 那么请问他们 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里别的信息 是不是就出现了很多个相同的吧 那也说不定 有可能啊 曹丕和其他的人生出来了很多的儿子 对吧 也有可能导致了 接下来的你选的这个英雄 他有可能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种这样的刀吧 能力也未知了吧 那么这就欠了个问题 如果我这里边的这个英雄 他的技能真的每一个都是相同的技能的话 那么是否意味着 将来他们这个这个信息是不是相同的吧 那么我假如说我写刀坏了 刚刚我写错了 应该是叫大刀 那怎么办 大家想这种情况 我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全选中 我都得给他给成大刀 是不是才可以了吧 这种方式呢就比较麻烦了 你有可能写错了呀 对吧 他们都是一样的 但是都可能写错了 那么这种时候同学记住了一点 如果我来去记录他这个技能的时候都写刀 那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很多个相同的 将来修改的时候就特别麻烦 因此咱在实际开发的时候会怎么做呢 再建另外一张表 好了再建另外一张表 那么建另外一张表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地方咱就给他写上一个东西叫做功夫 我这个地方写的功夫 大家能理解吗 K K O N G F U 是功夫吧 没错啊 是功夫 我看一下这个大小啊 150 好那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就来上一个功夫 功夫 下回线 那么这是功夫的这个名字 那么你会什么技能呢 你不是说在这里边有可能将来你写的时候有可能重复吗 我就把你所有的技能呢全给你拿走 好了 我这个复制一份 我不剪贴了我复制一份拿过去 同学们我暂贴 我站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为了唯一的标记这些信息 请问同学们我接下来说我得走个ID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1 然后呢 接下来选中这个单格填充柄把它填充好 这个应该会吧 按住alt线按住control键 然后按一下这个鼠标回到右下角这个小时的差 变成17日就可以了 那么同学们 这个时候我这边还写这些东西吗 变成了什么呢 啊 是不是就变成了功夫 下回线ID 我是不是可以起上这么一个字站 我起上这么一个字站表达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想要表达这个表里边的你写这个对应的这个序号 没错了他吗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1 这个变成了2 这个变成了3 这个变成了4 那么接下来这个都是4 好了他妈再看 这个时候 他有个直观的一个区别 我原来在这个地方囤属的都是真正的那个技能的信息 但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了 在我这个地方囤属的是另外一张表里边的是不是唯一的这么一个字啊 那么这种时候好处是什么呢 你不能说刚刚你这几个不都是写道理的时候写不对 应该给他大刀吗 请问他们我只要此时此刻我把这个给成大刀 那么将来导致什么 那么这边这几个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立马 是不是全部的将来对应的值是不是就变了吧 那么咱们今天要主要给大家讲解的 其实就是具有这种关系的这种数据库 那么就是咱们今天要主要给大家讲解什么呢 叫MySQL 它称之为关系型数据库 这样一听众们就这个点子 MySQL是属于关系型数据库 什么叫做关系呢 大家看得很清楚看上 这个表里边我是不是团阻的英雄信息啊 这个表里边我是不是团阻的技能的信息啊 我让一张表和另外一张表有一定的关联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关联的体现啊 那么具有这样关联的特性的数据库呢 咱们就称之为关系型数据库 MySQL就是其中之一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MySQL在真正的开发过程当中有大量应用 这就是MySQL 关系型数据库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体现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理解 这里要理解 应该说一个大型的网站 如果它是用的MySQL的话 就是个容表 那同学们你可以把你的数据再发展一下 扩展一下 通过两个表 最终你能扩展什么呢 有N张表 这个地方 最终你可以看着N张表 一个数据库文件里边有N张表 那么这个N张表里边大家也没发现 一个表和另外的表之间有关系 这边一个表那个表 是不是有可能有关系了吧 最终一个数据库就诞生了 同学们也就意味着 你可以只建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你建了这个文件 这是一个数据库 对应一个数据库 一个数据库里边 是不是我可以建立N张表 你说是个道理吧 每一个表里边单独囤属的信息 是不是不太一样 那么我每一个表里边 请问是不是又分为行 是不是又分为列 列咱们称之为什么 刚说过列叫什么 字段 行叫什么 记录 那么也就是说 行列组成的信息是一张表 有多张表 最终是不是组成了一个数据库 那么一个比较大的系统 数据库的个数 几个就够了 但是每一个数据库里边这个表 有可能有N个 有可能有N个 听懂我意思了吧 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以后 样子就是这种样子了 这就是数据库 现在能理解我说的 这个特殊文件下的这个数据库 将来长的是什么样子了吧 几乎就对应我刚刚给大家说 这个Excel表 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数据库 基本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文件 通过他自己的数据囤属的方式 最终保证了数据囤属没有问题 而且他的一大特点被文件登山改查效率 不知够多少倍 如果有一万个字 你想从里边找出你的信息来 普通文件有可能你画个几秒钟 但是呢 如果是数据库 0.0000几秒 一瞬间就出来 就是这么个特点啊